4月22日以来,供受立案件40起,目前已刑事拘留4人,行政拘留48人。 下面,我通报几类违法行为。 一是,不配合留掉溯源,故意瞒报、谎报、形成轨迹。 确诊病例,江某,男,26岁。 4月25日,接受留掉过程中,故意隐瞒4月23日形成轨迹和接触史, 导致相关点位和人员未被及时纳入管控,造成疫情传播扩散。 经核实,江某23日全天在通州区经贸中心某违规培训班授课。 活动轨迹涉及培训班及周边餐厅、商超、公交等多处点位。 目前,该培训班已有包括江某在内的5名师生核酸检测阳性。 400余名密接人员被采取集中隔离措施。 8个小区,6700余人临时封控管理。 同时,在其他病例流调中发现, 确诊病例,盐某某女64岁, 伟某某男60岁, 也存在故意隐瞒形成轨迹的行为。 上述三人已被警方刑事立案调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